下半单期讲什么 刚刚呢我给大家就讲解了一下咱们关于现实的一些其他的点 比如说咱们稍微总结一下 就刚刚其实简单总结了 稍微一说 现成的创建是通过thread的 没错 但是呢 thread创建的时候实际上是创的一个对象 真正创建这个现成实际上是调start的时候 也就是言为之意 你可以把你刚刚啊 可以把我怎么看呢 看这边啊 你可以把你刚刚在写的调用thread创建这个对象 这个过程理解为准备工作 那么我准备好了之后 什么时候才真的创建现成呢 叫start创建 一调start OK 那这个现成就可以被操作系统调度 那至于它是否会立马执行代码 就看操作系统是否调度它 那么如果调度它 那么加了这个代码就显示了 不调度它它就不显示 这么说理解吧 一个现成创建实际上是同start开始创建的 那么它就会从你在创建这个对象的时候 指定的这个函数里边开始执行代码 这个函数执行完了 那么这个现成是不是执行完了 指线成先结束 主线成再结束 一个目的是主线成用来为指线成进行收拾 这是一个目的 对 真的是收拾 因为一个现成在运行的过程当中 它一定会有一些自己的东西 你听懂了吧 那毕竟是有些自己的东西嘛 所以说呢 当一个现成结束之后呢 你在用的过程当中产生的那些垃圾空间 那么主线成呢 负责帮你收拾 这就是让主线成最后推出的其实有另外一个意思 另外一个意思 那么咱们刚刚呢 在创建现成的时候 其实现成不难 很简单 就是只要你写上thread 然后指定target 接下来指定一个函数名 那么接下来这个现成 接下来在调用start的时候 它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创建执行了吧 那么除了指定一个函数之外 那咱们之前毕竟学过类啊 是吧 那这个地方能够指定一个类吗 这个地方就不要指定一个类了 这个地方就不要指定一个类 如果我接下来 比方说东哥 我接下来一个县城里边做的这个事情 这个逻辑性很强 比方说现干什么 代干什么 这个逻辑性很强 这个代码很长 那么我能不能把它封装到一个类里边 当作各个方法去掉到 掉到它呢 没问题 OK 简单说 创建县城的时候 你不是对总理指定一个将来的目标吗 你得去哪执行才行 这个地方不仅可以放函数 还可以通过特殊方式来指定 让它一个类去执行 但是如果你要是指定一个类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就不能写类名 你听到了吗 那写什么呢 想要完成那种方式 咱们就看这个地方了 完了这个地方了 即看这个demo 一看就懂 那么这个demo核心点是什么呢 注意看 同志执行 导入 导入 甭管它 定义了一个类 甭管它 过去 接下来 这个条件 这个条件 满足先执行 接下来是干啥 创建了一个对象 创建了一个对象 因为你这个mythread 毕竟是class来说明的 那么它就是个类啊 那么当我写上类名的时候 跨起来 请问这是不是创建了一个对象了吧 OK 那么这个对象和你那会创建了 thread的对象 没什么区别 那么言外之意是 接下来这个对象掉start 这个线程就创建了 好了 稍微有点乱 理理 你通过thread里边的target 不是可以指定一个函数名 那么将来这个线程 是不是就到这个函数名里去之前了吧 但是我接下来做的事情比较复杂 我应该怎么做呢 定一个类 这个类必须继承thread的类 听懂吗 必须继承 也就是说你继承于它 那么在这个 你自己定义的这个musther的这个类比 必须定乱方法 你定乱方法之后呢 其他就不用管了 你只要在乱方法里边 先进去还要干什么就行了 那么当你创建了一个对象的时候 请问同学们 当我创建一个对象的时候 它是不是一定会掉它的新方法 掉完了新方法 是不是一定会掉用它的引力的方法 对吧 那么创建以及处始化就结束了 g t指向的一个cd对象 这个t实力对象 和你这么创建出来的实力对象 没什么太大区别 因为你thread的是个类 那我接下来 我用这个根本继承了你 请问我多多少少 和你是不是有血缘关系了吧 所以说呢 我里边也有一个start方法 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这个类里边 没有定义start方法 为什么我能掉 为什么 王思聪他没那么多钱 都是他老爹的吧 是继承的吧 没错呀 就这个特点嘛 现在很多人 这个由于特殊情况 他怀不了孕 他没有孩子 对吧 像试管婴儿这些东西 他们再去买这个 买 这边来讲 去买一些必要的条件 买精子和卵子的时候 这边来讲 他就是去找的那种高学历的人 低学历都不要 你懂吧 为什么呢 反正我怀孕 就是我怀出来的 对吧 但是精子和卵子不是的话 那最好是找一个大爷生 研究生 博士生 最好 有可能找一个什么博士后 那成了傻瓜蛋了 一般不就走了 不是说你只会干自己的那个行业 其他都不行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就不如什么了 找个什么研究生 还是可以的 简而言之 这就是一个特点 继承 对吧 学到类里边 三大特性 什么 封装继承 都太 没学过吗 你这个表情就像没学过一样 来 也就是说 我之所以在这个地方 能够调用start方法的一个原因是 我继承的这个例里边有 没错吧 哎 这是原因 好的吗 那么我调这个start方法的时候 那么他接下来 你创建他的时候 又没有指定target 他去哪执行了 你调的是start start里边会自动调用run方法 能理我说什么意思了吧 我是调start 没错 但是start方法里边 自动调了run方法 那么核心直白一点讲 也就是说 如果你创建一个县程的时候 是用一个类继承 thread类的创建的 必须定义run方法 当你调用start的时候 他会自动的调用run方法 接下来 你这个县程自行的代码 就是run方法里边的 看上的代码 听懂了吗 总结一下 两种方式 一种 target 用这种thread target等于一个函数名 函数名里边的代码是什么 县程做什么 第二种 我定一个类 这个类继承于这个threader的类 这个类里边有个乱方法 run方法里边写什么 将来这个县程执行什么 听懂我想说什么了吧 很多同学呢 有可能犯迷惑的阶段 这个地方不是应该掉run吗 很多人绝对会这么想的 不是应该掉run吗 是这么写吧 但是他们确计 不用掉run呀 掉什么呢 你掉start 因为start里边 这个类不是咱写的 这个类里边自动掉了run方法 听懂了吗 所以说间接的run方法就被掉了 好了 run方法执行完了 意味着什么 run方法又是执行完了意味着什么 这个县程就结束了 听懂我想说什么意思了吧 好了 那就是这两种方案 一种是指定函数名 函数里边的代码执行完了 线程就结束了 另外一种是定一个类 这个类里边必须有个run方法 你有额额的方法 随意 但是必须有run方法 run方法就是线程执行的代码 他执行完了 这个线程就结束了 能列为什么 创建线程第二种方式 那就是他了 那么这种继承这种方式 适合于什么呢 适合于一个线程里边 做的事情比较复杂 而且我分成了多个函数来做 听懂了吧 那么一般呢 我就把它封装成一个类 接下来呢 在这个类里边 创建一个实力对象 那么就用这个线程去调一下 如果的话 如果我这个地方 在这里边又定义了个 比方说叫做def test 既然是实力方法 是不是一定写self吧 一定写self 但是self咱们说过 self的名字可以换 但是一般写self 那比方说 我这里边写上一个 写上一个 比方说这是登录 比方说这是登录 就这样啊 既然是登录的话 咱就给个名字 比方说login 那么接下来 在这个地方 比方说这是注册 resist 注册 那么写上个self 那么print 这是注册的代码 等等 要怎么 假如说我把这个代码 也放到这个类里边 那么言为之一是呢 这个类里边 如果又是有这么多代码的话 我创建出来的线程 是不是同 从我调用start 是不是开始 进行到这了 它这里边 可不可以调它 可不可以调它呀 是不是可以调呀 所以说你们发现一个特点 如果我要做的一件事 这个事情是在一个县程里边做 而且分成了多个函数 我可以把多个函数 封装成一个方法 是不是放在一个例里去吧 让它形成一个整体 那么这就是这种方式的一个应用场景 好了 两种方式 这种方式 函数名里的代码 就是县程要做的代码 而这种方式是 乱方法里边的整个代码 是不是就相当于这个县程 要做的代码了吧 两种方式都可以 至于用哪一种方法 怎么简单怎么来 听懂了吗 所以说哪一种更简单呀 他给的那种方式更简单 听懂了吗 那种方式反而更简单 好了 两个人中理一下 我刚刚所说的创建现成这种方式 谢谢大家